法國有一間太空診所 最近為了瞭解太空人 在微重力環境之下的生理變化 找來十二個志願者 二十四小時躺平 但是要維持整整兩個月 可以拿大約臺幣六十萬元 躺平整整兩個月 所有活動都必須臥床進行 報酬是將近六十萬元臺幣 你願意參與這個實驗嗎 法國圖魯斯一間太空診所 近日展開一項特別的人體實驗 從三千名二十五至四十五歲 男性候選者中選出十二名志願者 進行為期八十八天的實驗 其中有六十天必須二十四小時 躺在床上 畫面中可看到受測者不僅要躺著 床的角度還得維持在-6度 讓頭的高度略低於腳 模擬太空人在微重力情況下 生活的樣子 2至3歲 也當然會影響 力量變化 全身的體驗 所以我們會有 腮部、腮部、腮部腮部、腮部腮部 腮部、腮部腮部、 因應的壓力、 血液、 第二組人什麼都不做 第三組則需要踩離心機腳踏車 研究人員張找出能幫助太空人出任務時 維持健康的最佳模式 雖然躺平似乎不是件難事 但有人發現肌肉似乎有越來越鬆軟的感覺 而參與實驗的報酬是一萬八千歐元 將近臺幣六十萬 研究人員指出這項研究結果 不僅能適用於太空人 也可提供老年人或患有骨質疏鬆者參考 瞭解過度久坐或缺乏運動 對人體的影響 公視新聞張一平編譯